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喂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29日 最近 似乎非常多一些禮物的手 自从 荫宅 羊宅都出了招之后 地产商 地产佬 你查一查信我最近有什麼交易 即是突然之間可能有筆大錢洗到他那裡 我說不信他們那麼好死 自己送房子出來 當然啦 如果送給自己的姨媽姑姐 可能都肯的 但是真的要現兜兜拿這些東西出來的話 那幫孤寒財主佬肯這樣做 自必然有其他東西交換的 不過不要說他們 因為他每天轉一個銷售 之前就是業績權 接著就去到張竹君入奧 然後又有20元張 今天就是今期主打 就是這個文變變教授 板中亂港的袁國勇 之前竟然去打復必泰 我已經非常不老禮這個人 他是應該打科興的 在這裡抹黑我們國家的疫苗 還在說什麼 因為我經常出現一些高危的場所那裡 所以要加強防護力 對啦 加強防護力 你就應該打多一劑科興 已經有一個實驗證明了 就是那個人呢 如果大家還記得 走去自己溝針 打針打上癮那個 我都說了 你就好像意外裡面的老伯 就是老人癡呆 忘記自己吃過多少藥 然後吃完又吃 吃完又吃 這個一樣 打完又打打完又打 但是今期啊 就轉了做這個 問便便教授 他說那些年輕人啊 連自己的便便都能聞到 康復之後 很厲害的這東西 但是說話不知頭不知路啊 有沒有說 time frame是多少 到底啊 是永久性還是暫時性 還有除了這件事之外 你感冒你都聞不到味的啦 你就問問那些感冒病人啊 聞到自己便便的味道 甚至乎吃東西的味道都沒有啦 國下應該感冒過啊 你說啦 每一個人感冒都不同 我自己感冒的確是聞不到味的 同時之間啊 吃東西呢 都沒有什麼胃口 有時還會胃痛 這些是不是感冒必然的象徵呢 那就不要拉到別人的東西了 好了不要說這件事先啦 最近袁國勇教授說的是什麼呢 他就說 除了這個 金宅洋宅之外 還有一件事 他竟然 打破市民的生活常規 他就說 如果啊 接種新冠疫苗的人口達到八成呢 或者是不需要戴口罩的啦 啊 是不是很吸引 是非常之 沒有說服力啊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啊 因為其實呢 我相信啊 市民大眾 過了一年之後呢 已經是愛上了戴口罩的了 甚至乎有不同的款式 比堅尼式又有 黑色白色黃色藍色 白色色藍色 黑色奇色 什麼色都有啊 有些甚至乎 那不過不好啊 不要學那幫人 啊 真是蠢頂啊 竟然印了一支國旗在口罩上 這樣做是不容許的 是犯了這個國旗法的 不要緊要啦 那幫人 就是有屎啊 你知啦,探警大联盟那群散会之后,就把国旗全部扔进垃圾桶了嘛 其实当日,都拍了很多照片的,不知道警方会不会因为那些人探警 然后就不捉拿他们,如果是这样,你要知道啦 如果国下真是想学那群人这样的,那第一件事你要探警先 似乎探警是前提,国家安全就放在探警之后的,要分清楚主持 应该是呀,如果不是,不会不执法的嘛 好了,那说回袁国勇教授先 哎呀,其实呢,所有的人戴口罩已经戴惯了,甚至乎爱上了戴口罩 你想一下,其实平时家里是不需要戴口罩的嘛 反而鼓励了,这个戴口罩是有好处的 因为呢,他又令到那些老公乖了,什么叫乖了啊 你想一下,天时暑热,平时以往那群人仔,没戴口罩那时候,经常出街戴的嘛 现在,有了这个疫情各样,是不是锁毁住他在家里啊 再加上,戴口罩又天时暑热,那他就不会去光顾蔡展鹏那些泰式爪龙筋嘛 那当然,正宗的嘛,不违法不违规,没有不道德的事情发生 只不过那家人无牌而已,还有间不中会有性服务提供 那当然啦,我们的蔡展鹏大人啊,是出于例而不染 作青年而不咬,中通外直不慢不知 可远观而不可涉换言的 所以他走过去应该做门神的而已 还有医疗这个腰腰腰腰腰痛嘛 之所以说几个腰字,是因为我不知道哪条腰痛啊 上腰还是下腰啊,你知道啦 那些牛肋骨,牛脊骨是分很多部位的嘛 那你的腰部啊,都可能分上下左中右的嘛 那不知道哪一部分啊 那当然啦,去说服大家,去谷针 那,政府澄清了,是没有谷针这种行为的啊 那所以呢,只不过是说服大家合理防疫 就是我纠正东方各样那些错误的致辞 那为了要求大家合理防疫呢 所以袁国勇教授啊,也都强调 除了民变变之外,其他的危机啊 就是赞在美伊波拉的而已 国下中了可能七孔流血,全身喷血而死的那些呢 你有没有看过黄秋生执道的那个啊 不是他执道,他有份演啦 就话说啊,这个袁国勇就认为 迟早是有需要为这个入境人士检验抗体 就是以后你由外国回来的话呢 不单止是广东那边的啊 都要检验抗体 因为最近呢,他又走出来说很多次 哎呀,清零啦,各样 那其实清零呢,你又更加没有说服你叫那些人打针啊 所以其实呢,你是要有空弄多几万单 那你有那个危机啦 那些市民就怕咯,怕就会去打的啦 不过现在,似乎靠客 就是袁国勇跟你说很危险很危险很危险 就是很危险很危险很危险 那不过有点问题啊,我是觉得有点无聊的 因为,很多人就说了 以接种疫苗,可不可以去集会啊 还是,你又以防疫的理由啊 拒绝其他人,集会的要求啊 我不如,这里回答大家了 即是香港是已经,没可能再有集会了 因为,为什么啊?看人是禁止结社的嘛 没说过你听吗? 那当然,你要查那些规则的 除了禁止结社之外呢 是禁止集会,禁止夜行,禁止集母 还有很多条的 但是呢,特区政府仍然是维持着这个集会自由的 你看到阿炳强在防疫令之下 都可以跟曾志伟唱罪 你就知道了,集会仍然是有自由的 但是就要看情况啦 很多事情都要看情况的嘛 但是无论怎样看情况都好 一国两制是行之有闲 自愿自有记有永有基本法所乎 行得到问到道德人心的 所以呢,解答了大家的问题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问袁国勇教授这个问题 你真是给死猫他吃而已 袁国勇教授也都非常巧妙 你帮人想测试他的爱国之心 很明显,你不用测试的了 他就是反中乱港 你由他打伏必泰的东西你已经知道了 如果不是,他起码多几支科兴啦 林郑月娥也打了包装系科兴的疫苗啦 袁国勇教授竟然不骚他 这件事,在上流阶层来说 他是不合格的 当然,现在属中无大将 抗疫就当先锋啦 就唯有啊,让他拿着这个位置 迟下先清算他的罪行 将他抄家灭族,凌辞处使 但是这些是迟下的事 那袁国勇教授是怎么回答的呢? 他就说,不会啊 特别针对某一情况回答 这么说,因为每个情况不同 涉及人数面积,空气等等的因素 说话不老实啦,就是 哇,好老实啦 我跟你说,防不防也好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哇,还这么吵,对不对? 不用袁国勇教授说,你都知道啦 是要刷个答案出来 没有,没有,没有 早前,跟你商量一下 有没有得搞这个集会 我是没有留意那方面的新闻的 那,现在说你看是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那当然,有人就说,你不要有 既有的立场去看事情 我没有既有立场,我觉得一定不行 可以的,你就证明给我看 浪费气,我是不会留意那些新闻的 我讨厌政治 啊,用什么来抓的,对不对? 不要搞这样的东西 那,袁国勇教授,似乎就诅咒这个香港啦 他就说,本港第四波疫情完结之后 第五波滑会再临 这个不是诅咒啦,是不是? 第四波都搞成这样啊 再搞了竹稿湾美食 第五波就不堪设想 即是,你夏天都是大坏的啦 那之后啊,都是sales佬要说的东西啦 那,第四波疫情已经已结束的啦 所以呢,市民呢,就接种疫苗啦 防下一波 哼,哼,第一波你又这么说 第二波你又这么说 第三波你又这么说 似乎无限loop就可以了 然后啊,他又说多几次啦 是啊,又说多几次啦 这个人呢,应该叫无限loop教授 或者叫圆咕嚕教授 咕嚕的,啊,不停重复的东西说的 然后他又说,上次说过的啦 疫苗接种这么慢啊,药厂可能不再向你提供的啦 之前又说什么呀 九月又没了啦,不跟你打伏必泰的啦 啊,还有些什么要说啊 我都是那句啦 市民已经爱上防疫啦 能够做到一个充分防疫的好市民呢 觉得啊,是有种光荣,有种感动,有种振奋的 啊,那所以,你要戴口罩就戴口罩咯 ABCD区就ABCD区咯 捉稿美食就捉稿美食咯 隔离的话,只要不是五百日的话呢 市民都是可以接受的 啊,你喜欢怎么样都怎么样 我们是很合作的 煮疫苗啦,就是那句啦 要征诚了医师的意见 看自己适不适合打 跑步气速就不要去啦 就是这样呀 好,今天讲到这里